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接著上次做配單的影片已經是今年年初的事情了 接著到現在我一直都沒有出配單相關的影片 所以今天就是要來update一下資訊 然後也是因為最近陣風暑假 唉其實已經過了,這部片真的是拖得有點久了,不好意思 那暑假期間Ryzen 3代和Navi顯示卡正式上市 再加上近幾個月的SSD和記憶體已經降到甜蜜點了 現在可以說是主電腦的最好時機 這次一樣我會分成兩個影片來講 一支是CP值取向的1-3萬元預算,也就是今天這支影片 那下一支影片則是4萬元以上的預算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來,下方這個是蟲洞,需要的人可以自己鑽 首先是1萬元以內的預算 因為現在的SSD和記憶體價格真的很便宜 所以可以讓整個配單的彈性更高 所以如果你的需求是看個影片做個文書 像是辦公室怎樣的Office系列 或是可以滿足基本的影音,看個YouTube就好 那足一台1萬元以內的電腦就很夠用了 我們先來看CPU部分 Intel可以選擇Pantium的G5400、i3-9100F和i3-9100 這次的9代i3相較於8代多了Turbo Boost技術 也就是可以依照使用情境來做動態超頻 相較於8代會有一定幅度的效能提升 AMD部分則是有200G1、2200G、2400G、3200G以及3400G 這裡的3400G用紅色標起來是因為它的價格比較高 預算可能會有點小爆 那我們再看回Intel的部分 一個一個來看 Pantium的G5400核心數為2核四線程 價格2000有找 並且它的內顯是UHD610可以支援YouTube的VP9硬解 支援最高8K的解析度 所以如果你想要來做基本影音,看個8K影片,那這個CPU就可以搞定了 那如果想要更好的性能,並且預算也足夠 那身上四核心的i3也是不錯的選擇 然後這裡要注意的是,9100F和9100基本上就是一樣的東西 差別只在於說9100F它是沒有內顯的,價格可以便宜1000多塊 而9100則有UHD630的內顯晶片 所以如果選擇9100F的話,那你就勢必得再安裝一張獨立顯卡才能用畫面 如果手邊剛好有顯卡可以沿用的話,那9100F是一個CP值不錯的選擇 如果是沒有顯卡的話,那就選擇9100 以我自己來說,我會偏好選擇9100F然後省下這個1300塊 再貼一些拿去買一張二手的RX570 這樣電腦就直接搖身影變變成一台可以玩遊戲的入門電競主機 在AMD部分,200GE是跟G5400競爭的,一樣也是二核四線程 不過它支援超頻以及內型的效能更強,所以在CP值方面要再好一些 可以去看我之前幫我妹組定好的那支影片,200G要在1080P打LOG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再來是2200G和2400G,兩顆都是四核心 2400G支援超線程所以有更好的多工處理能力 那也由於三代的Ryzen上市,它的價格自然就變得更便宜 再來是3200G以及3400G,這也要注意一個點喔 就是雖然這兩顆同為三代Ryzen,但是它的製程和架構並不是沿用最新的7nm Zen 2 而是跟二代一樣使用12nm的Zen Plus 並且在內顯部分也是沿用2200G和2400G相同的Vega內顯 不過頻率有所提高,所以效能部分還是有更好 那這裡大家就是看自己的預算來做配給 整體來說考量到AMD全系列的CPU都有效能不錯的內顯,加上又可以超頻 如果追求CP值極大化的話,那它應該就是你的菜了 接下來我們看到主機板部分,Intel這邊選擇基本的H310就可以了 有擴充需求的話再考慮升上B360 AMD部分我這裡就直接推薦配B450了 因為目前B450涵蓋的價格range很大,從最入門的到一些中階的板子都有 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來選 至於主機板如何選,可以參考我之前的影片 我會把它放在右上方的資訊欄裡面 再來是機體部分,以文書來說,8GB已經足夠 不過如果預算足夠也可以買個16GB起來放 SSD部分建議至少240GB起跳 這裡我建議就一次買到位了,直接買合無自己需求的容量 不用特地去省,想說之後再來擴充 目前的DRAM以及SSD都還很便宜 所以這裡建議大家直接買到位,不用特地去省 電源部分如果沒有獨立顯卡的話,原則上300W就很夠用了 如果只有擴充顯卡的需求,那再來考慮瓦數更高的電源 再來進入20000元部分 20000元的預算就可以有一些彈性了 你可以組一台高CP值的緊急取向的主機,或是入門的遊戲機都可以 那一樣先來看CPU的部分 Intel部分有9100F、9100、i5的9400F和9400 AMD部分一樣有APU系列,以及效能極強的R5-3600 不過R5-3600的價格要價7000塊,要加上顯卡的話很難不超過2萬 要小心不要超出預算了 這裡以CP值來說的話,6核心的i5-9400F以及R5-2600都是不錯的選擇 價格可以壓在5000以內,有更多的預算可以去選擇一張不錯的顯卡 R5-3600的部分,得益於它新的Zen 2架構,以及7nm的製程 讓這次的3代Ryzen在性能部分成長很多,多核一樣保有優勢 同時彌補了過往單核性能輸Intel的局勢 所以如果你要玩遊戲的話,那就不用那麼侷限在Intel了 再來主機板部分一樣是看需求來做挑選 Intel部分如果有上到6核心的i5,那我會建議選擇B360的主機板 最好是供電不要太差的 然後AMD部分如果想要有更好的擴充性,或是有進階超頻的需求 可以挑選X470,X470它現在的價格不錯,但是什麼時候會賣光缺貨那就不知道了 X570因為價格偏貴,放在2萬元預算很容易就爆了,建議到3萬元的預算再來考慮 記憶體部分這裡直接拿16G剛剛好,那如果剪輯需求的話也可以考慮上到32G SSD也是一樣拿個256G到500G差不多,至於要不要加機械一點就看個人需求 顯示卡部分原則上可以先確認好CPU之後,再來做分配預算 假如我拿i3或是R3,那顯示卡就可以挑到1660Ti,要玩大部分的遊戲就沒問題了 對於1660Ti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我之前的測試影片,那如果預算不足的話 可能就下降到1660甚至1650的部分,不過1650這張卡其實它就是1050Ti的翻版 兩者的效能不會差很多,CP值部分我個人覺得會比較低 而RX570最近有跳水活動,原價那邊之前特價最便宜的3400元就可以買到 還有完整的4年保固,CP值是整個突破天際,直接打到火星去 以RX570的效能要拿來打1080P的大部分遊戲,開中高畫質是很ok的 所以可以隨時關注它的價格波動,以這個預算來說其實二手的RX580 GTX1060也是一種選擇,價格也蠻便宜的,不過當然就是要承擔風險 而且二手卡的保固也會比較少,所以這部分就是看個人 電鍋部分如果要上到1660Ti,需要單8Pin或單6Pin的供電 那至少需要拿450W主W的電源,上500W會比較保險 所謂的主法就是它的正12V的瓦數輸出,別跟它電功標的瓦數差太多 這樣才能確保顯示卡和CPU的供電是足夠的 接下來是3萬元的預算,有這筆錢,你可以組一台暢玩所有遊戲的主流主機 或是一台效能不錯的剪輯電腦 然後3萬元對顯示卡的部分畢竟還是一個預算限制,沒辦法選到像2070Super以上那種很高階的顯卡 所以如果我計畫想要用2K或4K遊玩那種高畫質的遊戲,那顯示卡這部分就還要再往上投資 我們現在看CPU部分,Intel有i5-9600KF、i7-9700F、9700、9700KF可以選 AMD部分則有2700X、3600、3600X以及R7-3700X Intel部分,如果你是想要在預算內把遊戲效果最大化,那選擇9600KF可以有更多的預算升級顯卡 並且9600KF要全核心超上5GHz並不難,也可以為一些吃中單核效能遊戲帶來更好的表現 再來是i7部分,9700系列一律都是8核8線程 即便沒有支援超線程,但是做了兩顆實體核心對多工處理來說,依然是進步很大的 假如沒有內顯或是超頻的需求,那選擇9700F會比較划算 而且9代在不超倍頻的情況下頻率就蠻高的,要拿來打遊戲還是緊急都不錯用 然後假如你要挑上9700KF並且打算超頻的話,那預算部分的拿捏就得比較小心 電腦是有木桶效應的,當你CPU挑的好,那周邊的零件也要同時去拉高,才能完整的發揮它的效能 比如需要上到供電更好的主機板,使用更高頻率的超頻記憶體 更快速的PCIe SSD等等之類的,這些都會影響到你最終的預算幅度 所以要特別注意 AMD部分如果你預算有限但是想要組一台剪輯為主的主機,同時也要能玩遊戲 那2700X的CP值真的蠻不錯的,甚至我覺得要比9600KF和9700F還要划算 核心數高價格又便宜 然後像3700X也是一個遊戲和剪輯間距的CPU,而且相較於3800X來說 效能相差不大但價格甜,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主機板部分intel如果不超頻就選擇B360 H370即可 不過要注意如果是搭配8核心的i7,我建議至少挑個3000塊以上的主板 畢竟低價位的板子供電能力可能普通,面對8核心的i7可能會讓供電系統負載比較重 導致溫度過高而影響主機板的壽命,當然確切的供電能力還是要去看它主機板的規格 只是3000塊以上的主機板,供電基本上也不會太差 AMD部分因為預算拉高,選擇X570的負擔就不會那麼大了 上X570最主要的好處是可以完美的支援PCIe 4.0的顯卡和PCIe SSD 更大的帶寬帶來更豐富的擴充性,不論是PCIe設備或是USB,SATA的數量都可以更加豐富 雖然現在PCIe 3.0的帶寬已經夠用,但是4.0可以提供未來更好的擴充潛力 如果預算足夠,上X570是不會虧的 再來記憶體部分一樣看需求Negg16-32G差不多,然後看要不要選擇超頻記憶體 首先要確定主機板支不支援,Intel只有Z版支援,AMD部分則是全線支援 頻率越高,CL值越低的效能會越好,不過記憶體所帶來的效能提升比較有限 我會建議先把CPU和顯示卡拿到位,預算足夠再來考慮投資記憶體 SSD部分,500就要拿來裝系統和23款遊戲是沒問題的 如果有大量的遊戲或是程式存儲需求的話,可以值上1TB 然後也可以挑選速度更快的M.2 PCIe SSD,現在價格也很便宜了 至於SSD的詳細規格怎麼選,可以參考我之前SSD的影片 之後我有時間的話也會再補充主控以及顆粒的討論影片 顯示卡部分一樣是可以選完CPU後再來分配的預算 目前1萬元以上的顯示卡以5700、570XT、2070這幾張我覺得不錯 要1080P全開鎖遊戲基本不是問題,2K狀況下也能順跑大部分的遊戲 而且5700系列的非公版都出來的差不多了,現在這個實機入手是很適合的 2070因為有降價的關係,所以有些價格還比2060Super還低 那如果是要用Premiere剪片的話,拿一個1660就可以了 把預算投在CPU上效果會更好 最後是電源部分,如果是拿N卡的話因為普遍功耗都不高 所以選擇到650W就都夠用了 而5700和5700XD因為功耗比較高,挑個600W會比較保險 那以上就是1-3萬元的配單,下支影片會講4萬以上的預算 我是Huan,我們下次見,掰掰